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裡 你看我們後面背景 背景其實就是一張圖片嘛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單純在找背景的顏色 或者是其他 那我們這邊有一張圖片 你們看我點到這一張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一個 這裡其實我們跟PowerPoint很像 進場跟出場 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你希望它一直出現 當然就是預設子在這裡 可是呢這裡預設是5對不對 你就點兩下 看一下 你看最下面這裡 有一個手繪的 在哪一個 啊這裡有一個上拉下拉 來看一下 手繪的在哪裡 自由落體 底部推出 看一下 好這個 這個也蠻常見的 我們試一下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用手吐出來 還是你要自己拍 來 自己選比較快 那這個時間長短應該會調吧 有沒有 所以你要從哪個方向出來 其實這個 你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要慢慢的拉出來 別人比較看得到你的手 這樣也是OK 好 那這個時間 中間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看你要怎麼轉都沒有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蠻常用的是 還有一個是那個 畫面這邊有沒有一個手繪的 當然那個圖示你也可以變喔 有沒有發現有不一樣的 好 我就先按確定 確定 你再Play一下 有沒有先用這樣畫出來 輪廓出來的 出現了 這個效果也蠻常見的 大家都以為你很認真 結果你只是很認真 挑你要的效果 這樣OK嗎 好了齁 所以 這個地方 如果都沒有問題了 等一下你可以先把它保存起來 因為它一樣有專案檔 一樣有專案檔 所以你存起來之後 下次你就可以繼續打開來用 這樣O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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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ite 再見 再見